当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提? 师父 弟子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比如说弟子要是能够受下行用功的时候 就是比如说弟子在走路的时候 然后呢就没有那个念佛的那个念头 就是把注意力能够集中在这个走路上面 但是也没有想说怎么去走路 就是感觉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可能这个念头就比较 注意力能够比较集中 然后如果在这个时候如果弟子再起一个念 说我应该念佛呀 弟子感觉好像反倒这个念佛的念成了一个妄想 弟子不知道这种这种认知是不是正确的 嗯 这个比较正确 应该这样 因为念佛的目的就是为了是去掉妄想 这妄想去掉了 那就是或是妄想降低了 那就是念佛 念佛的佛号就是一个方法 就是一个方法 所以说特别是我们心已经静的时候 这个佛号就是说不用再提了 当什么时候提呢 当妄想又起来的时候 马上佛号就要提起来 比如说正走走挺好的 那边看了一个石头 我是踩上是不踩上 这有分别了 这时候阿弥陀佛 阿弥陀 阿弥陀 就念佛代替这个分别 至于踩不踩上你别管了 就往前走就行了 有可能你一念佛 这个石头可能自个就离开了 用不着你去说踩上和踩不上的 有时候我们都是因为分别性 属胜所有石头就变成石头 有一次 以前呢 就是静行的时候 有一次我走到一个石子路口 这石子路口汽车 特别窜流不息 如果要是观察的话 那时候我是缠话头 这个话头就缠不进去了 混念就舍不住了 后来我不管了 我就往前走 创始就创始 跟他痛过去了 痛过去了 叫他撤没创 没创 也许偶尔的偶言 正好过去 可能撤正好都没创造 后来几次也没有创造 后来有个人跟我说 他说你一过路的时候 那车好像就给你让 都让开了 正好人家空间就给你让开了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只管奢行 不要考虑那些事情 这些事情啊 都是多余的 因为什么呢 一切微信照 外面的境界也是你内心的世界 你内心有多少 外面就会有多少的复杂性 那心里简单了 外面也会简单 你心里复杂了 外面也复杂 所以说你 有些担心没有必要的事情 所以说在走道的时候 该放下就放下 一定要知道念佛目的是干什么 有的因为我佛号不断 佛号不断对不对 对 但是什么叫佛号不断 这个念头不能丢了 你比如说早上第一念醒来的时候 不要马上起床 顶念醒了 先念几句话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睡觉的时候 一定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在睡觉 因为这个念 实际教教它不断 随时我用的时候 需要的时候 它马上就出来 比如说我刚想吃饭 这个豆腐挺好 那边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不对 这豆腐不能死 我得放下 不能贪心 得起到这个作用 所以说念佛的心不要断 但是在静的时候 比如说打坐的时候 就不要再念 有的是打坐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本来应该静了 它也不静 就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自个人又把它破坏 也不合适 打坐的时候 就是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 又想着这个大米饭 这时候就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要变成自动 变成自动就好 走道也是这样 一定要注意这个静 这个静是很主要 所以说 尼陀静不讲 林仲说 如露禅定 是吧 如露禅定 这时候才有十句往生 十句佛号往生 往生就是在 如露禅定的时候 才会有十句往生 他讲这个例子 这个问题很重要 怎么样心老 才把这念死到 第一个 最重要的一点 也最根本一点 就是什么呢 延迟戒律 实际上很多的念头 升起来 都是什么原因 是我平时培养出来的 是养成的习惯 就是说 就是说 养贼啊 路士 养贼路士 就是说 你一天 贪死 贪钱财 贪物质 贪名 财产名私税 有一条你放不下 它都是你 齐心动念的 业园 你比如说 一人不谈好衣服穿 你这边放了多少好衣服 比如你发愿了 我这一生 我就这一套衣服就完事了 你放多大的衣服搁那一堆 他瞅着像没瞅着 这是干什么玩意儿呢 比如说这是给大伙用的 给大伙用的 他还没有想到自己要用 因为他自己不需要 他也不想用 所以他就没有这种念 你怎么说他也没有这种念 所以给你一件 那不要不要 他都会一点没有往自个甚至说 我下来要串一件会怎么办 他没有这种贪心 所以他也不会齐心动念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这个念头死不了 就是戒律不弃努心的原因 你想一想 就一口饭 如果你贪心了 它都会形成下一个念头 就你闻 你比如说 在堂那边做饭 飘点香味 你都会闻着 今天做什么饭 他都会齐心动念 如果你没有贪心 他不会有这种感觉 另外我们可以通过视力可以证明 你比如说我们都齐素 齐素了以后 你世界做的昏性味 闻到我们就恶心 他不想闻 对吧 他不想闻 所以说 他就不会齐心动念 如果你要想闻 太好了 就想起来这个世界的事情了 过年那时候 怎么怎么的了 他就想了 他就齐心动念 所以戒律才是真正的设入念头的一个最关键的地方 所以佛所以戒圣定 以戒圣定 拼不是说 你守住戒 完了我们再去去修定 而且必须在戒基础上 让戒圣主定 要戒圣主定 那才行 我今天我已经守 我已经守戒了 今天我这就行了 这我已经完成了 圣灵我就是念佛去了 往往我们把戒和定都分开 虽然我们守住一部分戒 但是把戒和定还是分开 因为是两部分或三部分 戒定会是啥 实际上你不知道 把戒律守住 在戒上一定要升起定来 这时候我们在修定 我们就这个定就会顺着戒律 所以说升起的定走 所以他会得到正定 他是无诺 所以说戒律有定就会 定里也必须有戒 就会 那会里也还有定 还有戒 这才是正确的 所以你离开哪个都不行 所以说我们现在学佛 首先要把戒律一定要守住 守到严格了 守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都残上了自己也受不了那种想法 到底对和错呀 明知对他和自己的思想 他都残上斗争 为什么要残上斗争呢 因为你的圣步 还因为有一个自见 对和错的胆态 你平时都很在 在视为 在合计 什么叫对呀 什么叫错 对错还是在你的思维之中 没有逃出这个 自见这一关 戒律的手是什么的 得痛破你的自见 就是你自个都不知道对错的时候 你才能说把戒 才能守到你的指见里上 是吧 指见才控制不了你 为什么我们现在 为什么守纪不严 因为指见在控制我们 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指见 因为戒律没有守到地方 所以指见还起主导作用 由指见来决定他好和坏 所以说他绝对不是智慧 也不是真正的定律 没逃离反腐这一块 所以说我们必须放下自己的指见 怎么就放弃指见 我们守纪用戒律来放下指见 就是说他想探 我就不探 他想作动 我就不作动 不随着自己的指见走 特别是恶之指见 坏之指见 我绝不顺利走 如果我们在指见上下功夫 我们就会了多生死 所以说佛讲 指见利子无名本 我们宋任远景 说 指见无纪念盘 这不讲得很清楚 任远景讲的最大一句话 就在这句话 指见利子无名本 指见无纪念盘 为什么我们不去掉我们的指见 什么是我们的指见 不守戒就是我们的指见 贪吃贪穗 贪财贪色 这都是我们的指见 我们提醒动念 全是我们的指见 所以说你知道 当你看到 这个我们所能看到的一切 都是我们的指见 有人说 这句话不好理解 我要给你举个例子 说 我们大家现在看到太阳 现在是有光明 每个人脸都看清楚 你也看清楚我 我也看清楚你 我们因为 我的眼睛是在光明之中 我能看你懂 我们因为是正确的 但是你不知道 这就是无明 这就是无明 无明 它不应该有光 它怎么有光 还称无明 那我们看一看 我们照相的底板 你看底板是什么 它 翻出那个照片 人非有光彩 有广 有善合 有大地 照得很清楚 人的相貌 喜怒爱乐 全照得很清楚 它从哪来的 从底板翻过来的 它没有底板 它没有这种图像 有底板形成 那底板是什么 就是黑的 是不是 你看底板是不是黑的 所以说我们光 看到眼前 这个 这种彩像 因为它是光明的 是对的 而因为黑天 就是黑天 实际上是错误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影像 还不如黑天 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影像的时候 我们还不如底板 底板去了 后面才是光明 我们所见到的一切 都在黑暗之中 也就是黑暗加黑暗 变化 所以说我们就执着这个世界 执着我们的想法 也就执着我们的见闻觉子 所以说我们就因为这都是正确的 我们拼命的维护它 爱护它 而且为它服务去 完了那边还要修行 这边还要为它服务 所以说你和道根本不相应 你说你和道相应吗 是吧 你不相应的结果 你走一步 能退十步 天天走啊 天天往后退了 早上念过 念挺好 大家做挺好 挺轻轻 那板一巧 吃饭了 忙上火 自己就赶紧咽下去了 又挑东西吃 这个东西怎么 今天怎么没砸蘑菇呢 这谁 就叹心就起来了 这个又如何如何的 今天的咒子 没搁点糖啊 没搁点澡 那不误气血 是吧 这个衣服没发到我手里了 给它没给它了 所以说我们就齐心动念 你不知道 这就是无明 所以过去 这个过去这个禅宗啊 祖师有一句话 就是说 你不知道 你在魔库里做轨迹 就是你在魔库里啊 在这做活里 就是你在那里浪鼓道 实际你做些都是魔业 我们就是这种状况 这个问题 如果你看不清楚 你就不知道 狠狠切切去念佛 也就不知道 我们怎么去修行 如果这个问题 如果你能看破了 就知道了 这个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 应该怎么修行 不应该贪恋着世间的 所谓的一切好和坏 不能凭着我们的思维 来决定硬核事物 所以我为什么叫你们讲 意要奉行的 不要随着自己走的 就是去掉你的指尖 有的因为 我那不吃亏了 他还在这里 古多事 吃亏 外面吃亏 里面占便宜 是不是 你外面不吃亏 里面的便宜就没有 你外面要便宜了 里面肯定吃个大亏 所以说你探恋一点 里面就亏一点 所以不能探恋 一点都不能探 所以说你想 真正的想 达到这个 我们的修行目的 了夺生死 你必须从界开始 没有疑问 就是说 不光我们到这一代 没有疑问 就后代 只要是你想成佛 就没有疑问 你不想成佛 你就这么做 就没有错 不管释迦摩尼佛 这么讲 就过去弃佛 万佛 佛佛都这么讲 不会有别的讲法 说那个佛说了 就光修定得了 就不用修戒了 没有那么一个佛 那么说 所以说 佛这个问题上 非常严肃的 所以说佛的戒律 是由佛来亲口定 菩萨不能定 罗汉不能定 谁都不能定 只有佛定 为什么 就是这个戒律太重要 它是根本的东西 如果抓不住这个 你就抓不住根本 说我学佛 有时候 不能说是补学 但是 有时候 只是在表面上下功 不肯审露 所以说我们要持戒 一定要持得严谨 要严谨 所以说你们非常有福报 就是说 在这么个道场 能够持戒修行 这非常了不得 刚才我上大殿 看牌子写了 不允许放钱 这我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为什么高兴 这个 有一个法式讲法 讲的这么一句话 也是这个 戒律所说的 就是说 如果你不能斥进前戒 就是随便你受戒的时候 你符合受戒的条件 道场解大戒也符合条件 戒末法 做的也如法 但由于你末进前 你也不能成就 甚至你挣到果位了 挣到果位 挣到出国了 但是你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匹修 你也不是真正的匹修 这个讲的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为什么南传佛教 就是 他不成为中国有匹修 其中有一条 就是跟你进前来定 因为你 大陆没有匹修 所以这也是非常可怜 也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今天 大家能斥进前戒 这个我觉得 这是大家的一个福报因缘 也就是 什么叫福报因缘 就是能成就 能成就 所以说 作为一个匹修 匹修你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有一条纪律 你做不到 那是不行的 你虽然挂个名 这可以 但你想真正成为一个匹修 匹修你 那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必须得做到 没有疑问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看大电 写上这个布墨进前 那排数还挺好 就是小了点 再大一点好 挖很多嘎 这个非常好 所以说 近前这个问题 对佛教来讲 确实把佛教给毁了 佛教之所以 现在这么不 很多的问题 就是因为钱的问题 佛在制定戒律的时候 就看到这个问题 所以佛一再强调 圣音不能墨进前 所以说墨着进前 非我弟子 不能算佛弟 你想想一想 上一戒 都有个不墨进前 你受大戒 更不允许了 所以一点都是不允许 所以这条戒律 在咱们寺院这样 能够兴起 怎么做 都是很殊胜 所以说一条戒律的建雇 它就说你秀的禅定 它就不会造成有漏 因为戒律就是堵入洞的 你比如这有五个眼 由于我们的习近贪心 造成五眼 你堵入四个 有一个不堵入 它也漏 不是说我这五个眼 我堵入四个 那些就不漏了 看着面子 咋别漏了得了 但已经堵入四个 咋那个别漏 它可不听你 你有不点缝隙 它都会漏出 所以说我跟你讲 世界的严格什么程度 必须把这眼堵住 什么叫堵住 超过你的自见 不要以想象为标准 以神为标准 以佛的戒律为标准 这才行 不要看别人 说那些宠连眼睛都没 眼睛还有塑镜 还有整 咋不管那样事 成佛是你自个儿的事 别人不成 你不成啊 你不干 是吧 所以你非要成 你非要成 只能按着佛的戒律中 一点犹豫都没有 这才能成就 所以说刚才讲的这个问题 就是自见栗子 无名本 自见无忌捏 所以我们修行道路上 一定记住这句话 反复捏 反复捏 就在这里就疲惫到 后来就是因为有一个人 就看这个 这个楞严靖 或者凯悟 或者称为破楞严 破楞严就怎么 就是把这句话 给改变一下 所以他就 从这句话里 就悟到 所以楞严靖是无价之宝 所以你们没 打起 送楞严靖 那是太好 太殊胜 好 下面谁还提问你 有一个 就是思想上的一个问题 就是 比如说像是讲持戒 可能弟子们就是 就是还不能入心里 那种真正的 就是持得那么好 就是从事项上去持 然后就是 比如说小戒 比如说 过五刷牙了 就是小戒 然后 就是 如果说我们 就是在 就是在相上的时候 我就不能犯这条戒 一定要 就穿饭 马上去刷牙 然后持这条戒 然后假设说常住 比如说今天法会 或者正好是执事人 他非常非常的忙 真的就是没有时间 去做这件事情 这种 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 弟子就是想 可能就是 在我们意识观念当中 如果说这一个 某一个人 或者是执事也好 或者庆重也好 在这个时间 他把常住扯下 去刷牙了 反而就是 就是觉得 他好像倒是一种 非常非常自私的一个表现 可是如果他不去刷牙 那确实那就会过点 或者是就 干净就刷不上牙 这个戒那就犯了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 是个人应该想 我去持戒呢 还是应该说 还是应该说 就是这样 应该是为常住去着想 就是说 应该考虑的是戒律 因为戒是佛制的 不允许硬核来破坏的 但常住的利益重不重要 也重要 你为什么说 这个问题不能两下都完成 应该提前做准备 就是说 我们心里还有一个偷信 就是说 一旦为常住的事 我可以不刺戒 我们老在这里 老找方便 这是养成一个习性 这是一个 在心里老有这个习惯 这今天不怪我 这是常住事 这是一个 另外一点就是说 我们如果要是 简决世界 常住又看中 非常重要的时候 我们就会采取办法 比如输出口 现输出口 那你不耽误你什么事 这是一个 另外呢 我提前我就把水都准备好 找个瓶子 牙膏我也准备好 搁了搁了 来两分钟都不用 一分钟就可以把牙就刷了 是不是 我最起码 口腔这些东西 我先把它拿出去 牙缝东西 它不能马上咽下去 这不要紧 我法会完了 我再干嘛 我再耍一遍 它完全可以做到的事情 不是做不到 有人说 我那时候的时间 我也没有 比如说 这时候正好 要上卫生间 你还是不去啊 你不可能不去 它肯定在那里去 不是做不到 还是我们那个 手机里洗的 它不正式 就希望长度的事啊 给我点方便 我可得自由 自由 别太难受了 这个不能打这个马虎 一定要 戒律 谁都不能改变 甚至说 我们硬格 这法会不开了 也得刺激 不开了 除了旧云 除了旧云 这个可以开 甚至我硬格不开 但是不能不开 还有重度要度 我们要圆满 如果你正吃戒 它万要不开 你记住了 戒律 它永远是圆满的 你正吃戒 它没有开不成的 如果正开不成 但是你故意的 那绝对不是戒律 但是你故意破坏 所以这个问题 应该这么看 大家写了一些纸条 我来回答这里的问题 上面这个纸条 这么写的 师父慈悲开示 一 怎样送井 能得利益 尤其弟子们 每一天送一卷 愣严谨 文之甚奥 难以理解 敬意 送完也不明白 什么意思 怎么办 我们送井 目的是干什么 不是要明白 里面的意思 是去掉 我们的自荐 我们送井 往往的 用世间法 是要明白 里面的意思 实际上 这种 说法 不准确 送井 明白 也是为了去掉 我们的自荐 明白了 这个 而知道是 那个错的 所以说 用这个 代替那个 所以说 我们送井 不是明白 我们不走 世间的明白 我们要去掉 我们的自荐 就是我们的 思维 不正确 我们用佛的 自荐 代替我们的 自荐 这就是说 经书说 路佛 自荐 这是对的 那我们 路佛 自荐 那是不是 明白呢 它不是 明白 那是智慧 那是智慧 因为明白 是圣灭法 有个明白 就有个不明白 在 不明白 就要求一个明白 它俩 这是个对峙法 它不是 经术的本意 佛讲 以相求我 一圣求我 皆是隐形 邪道 不能介入来 佛已经告诉我们 不要以佛经 说说的意思 就以为是佛说的 而是通过佛讲的经 我们真正的去掉 我们自荐 我们一切自荐 没了 那就是佛的自荐 这一点呢 我们一定要明白 要明白 所以说 佛说 照文解义 咱是佛还原 离境一致 便是摸索 什么叫照文解义 就佛怎么说 你怎么明白 那就照文解义 这就是照文解义 你文怎么说呢 你就怎么解释 实际上 并不是你明白了 而是你 是你通过你世界的变重 世界的变重 而把它解出来了 所以说 并不是佛的意思 所以说 这就叫 照文解义 所以这就是 三世佛还原 为什么三世佛还原 三世路来 什么叫三世 也是过去 现在 未来 这个三世佛 没有这么一个意思 佛正正的本意 就是要开发 我们的智慧 也就是说 要去掉我们的无名 除了我们的无名 所以说 我们 同时要知道 离境一致 便是摸索 什么叫离境一致 离开了 佛说 说的法 不是佛的本意 那就是摸索 自个 就是乱创造 那都是摸索 不符合 佛说的 深圳的意义 那就是摸索 这个摸索 我今天不多讲 因为很多东西 都可以列入摸索 除了佛说的 剩下都叫摸索 包括一些善法 一些善法 世界的善法 有的都混入到佛教里 这都是摸索 这都不是佛说 所以说 每天看一卷楞严经 难以理解的敬意 为什么难以理解 为什么难以理解 这个难以理解 是正常的 就是因为我们 难以理解 才要送 所以我们送境 不是明白里面的境意 也不是理解 是什么呢 是通过这个境 来改变我们的思想 去掉我们的执着和执见 而让我们真正的佛性 能显露出来 那是佛的本意 它不属于明白 和不明白 也就是说 一部经 我们在看的时候 我们思不思维呢 要有正思维 比如说 这是楞严经 我念一段 只见栗子 无明本 只见吴 即逆版 我不明白 什么意思 我们不可以用限量 什么限量 就是我们脑子 思维 来合影 这什么意思呢 只见吏子 这个直道 那个直道 这不是 你用对比的方法 来理解 那就是错误的 用什么方法 来理解佛性呢 就问自己 明白和不明白 我要明白 它智慧 自然就显露出来 如果自己的智慧 不能显露出来的时候 就属于不明白 而且避开了 我们的直见 就像我们走这个道 这本来有个障碍 你要自个设个障碍 我用分析的方法 和理解的方法 来理解这个境 实际上前面 就立了一个障碍出来 它就不能往前走 只能在这块 为这个柱子赚钱 这个是被赚了 就来回来的赚 就走不动了 我们的学境要什么呢 要避开这个东西 不要它形成这个东西 就是说 我不要求 我们自见的理解 就脑子 视为的分析 避开它 而且呢 要干嘛 就问自己 明白 不明白 理解 这什么意思 理解就理解 理解它自然的 它有理解的方式 要现前 这个 这个怎么理解 算理解 我不跟你讲 因为讲会害你 你又产生另外一个字 解 理解的时候 必然有智慧 智慧现前了 才叫真正理解 理解 所以说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 所以说 有个是 有个理的问题 我们往往把是 我们所谓的分析 我们的视为 作为理 作为这个理和是 来看 事到了 说我理到了 事没到 这种说法是错的 你理到了 事肯定到 事到 理必到 它俩是一体一动 事理是不二的 不可能说 这面叫理 那面叫事 那你说 这个叫背 完了 这个就不叫背 它俩是一个动物 它不是一个动物 它既然是一个动物 它叫背也好 它叫铁罐也好 它不都是一个动物 明不不同 但是呢 都是它一个 绝对不会可以分割 所以说 自性是圆满的 是具足的 那它要是 既然要是理 不是事的话 那绝对不是 自性的理 它也不是佛的理 它是我们视为的理 所以它不能成为理 大家放着 所以说 这个事理啊 不能给看成分割 必须看成是一体 只有你正确的 因为一体 你才能往前走道 因为你 因为你有了自荐 你有了错误的理解 所以说 自己就给自个上碍 设上碍了 我理也就明白 我事还没做到 但我这理论是正确 完了 你这一下就把自己 就定在那块 不管你理说的 多么准确 多么好 如果你事做不到 你不能成为是佛的理 什么是佛的理 佛的理是无相的 不是见闻觉子 不是我们的执见 佛的理和事 是一体的东西 所以说 我们一定要掌握 这个事理不二 千万不要在这里 有这个 按照现在的说法 去理解 要那样理解的话 我们就会 就很难往前走了 很难往前走 因为你自己 给自己设了一个 没有必要的一个障碍 所以说我们要问自己 我到底明白不明白 这个问 就是说 你比如说 刚才我讲了 虚空立世界 虚空立世界 明白不明白 这个 稍停一下 不明白 我再下 送下一句话 就这样 来修行 这样的修行 刚才我讲了 回避了一个 自荐的问题 躲开了这种障碍 避开它 就是说 我们自己给自己 设的障碍 我回避了 我就能 直取 直路 单闹直路 一下就越过它 没有不至于 不至于 设的障碍 直接就进去了 我们直接到哪里 就跟佛去讲话去 这样的 这样的事情 我们现在就是说 作为我们 众生来讲 有时候不应可 因为我们活着 都活在理论上 有不点事都要讲理 要讲理 没有一个不讲理的 不对啊 这师父不对啊 这不对啊 都是在礼上去下功夫 都是拿这些障碍 来障自己的修行道 所以说 你就理 世界的理都给你 它也不是佛法 就像现在的 科学论似的 科学做出了 那么多的理论 它也不是佛法 是发展了不讲 那个卫星 已经上到月球 还继续发 一个不行 两个三个 不断地要忘 有些法 所以说 你看看这个理论 和掌握的多好 科学多发明 包括电视啊 其他的 都非常的 这个 发明 科学理论 逐渐多 逐渐增多 确实它有它的效果 也改善了 人们的 这个 视觉 视觉和感觉 但是这些东西 虽然它有它的 长处的地方 也就是有它的 限量的地方 但绝不是佛法 因为它是圣灭法 它和不圣不灭 它没有关系 它是幻境 我们就是因为 浩江里把幻境 当成了一个什么呢 当成究竟 这就是我们的错误 所以说 我们不怕 这个境不明白 就怕不会用功 如果用功 像我所这么用功 可能这一步境 你还没送完呢 送了半步境 有可能 你就见佛了 你也不懂的是 什么是佛 也不是佛 三三二好像 也不知道佛要干什么 但你就见佛 为什么见佛呢 因为你的信 你的用功 它正符合佛法 实际上 你虽然不成为 理论的理论 它就是真正的理论 等等我们所形成的 理论是自见 它是众生的无名 你跺一层理论 就跺了一层无名 就是没有离开无名 没有离开无名 所以我说 这种方法 可能大伙 不能完全接受和理解 但是你们可以 愿意试就可以试 所以说 应该这么看 所以说 怎么样理解敬意 应该用信去理解 不是用自见 什么事情 不要用自己的 自见和思维 当你思维正确的时候 实际上就是错误的时候 有了思维 就是错误的 打扰了我们生活中 不可能都没有思维 但我们要降到最低的程度 为什么要念佛 说你成天念佛 要不离开这个佛号 就是不让你起思维 不让你起思维 为什么掺话头 也是不让你起这个分别性 包括学密啊 为什么要学密 让你观像 当你一打妄想 这个像就变了 所以是不能打妄想 说一日然地惯着惯着 就是惯来惯去 就心就不动了 寄中一个地方 所以都是这个目的 都是不让我们打妄想 所以说 我们不要求明白什么意思 要求就是说 怎么是正确 所以说 过去有那么一句话 宁可切日不悟 不可意识错误 就这个道理 因可切日不悟 也不可错误 你要求个悟 本身就是个错误 只要是路不错 那就对了 所以说 修行啊 我看这样比较正确 比较正确 这个对你们自个儿应可 第二个 修行要一门深入 不换题目 那弟子们送进四包 也应选择一步 送到底呢 还是根据修行的程式 来送哪部经 不送经行吗 首先 我们要明白一门深入 这一门深入 什么叫做一门深入 现在有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 就是说 比如说我念佛 我做念佛 我别的什么也不干 什么送经 送咒 送戒 我一概不干 我就是念佛了 我只叫一门深入 世界以后 还有一种说法 一条道跑到黑 不创南墙不回头 还有这种说法 这说得好听 就是说 一门深入 我的看法 一门深入 首先要找到这个门 有了门才能深入 那什么是成佛这个门呢 那就是开物 见性 见性了你才能找到这个门 要不我们这屋 我们想进这屋 我们在外面 连门都没找到 你深入往哪儿深入 你手哪儿哪儿不碰巧 是不是 就是你不存在深入的问题 不存在深入 所以说一门深入 指的是 进了这个门才能深入 所以首先 我们要想进门 所以说禅宗有一句话 就是说 误后其修 可一门深入 应该是一个意思 误了以后 才这样真正修 在没物质前 还是盲修下恋 盲修下恋 所以说一门深入 他就不会换题目 为什么不会换题目呢 因为他知道 怎么修 他都回到 这个 自性这块来 所以说换不换 都没有问题了 所以说 这叫一门深入 至于宋经 哪部应该选择哪部 哪部能叫你找到门 你就送哪部 你怎么能找到这个门呢 你宋经的目的不是想一门深入 你先找到这个门 那就行 你门找不到 你说你怎么叫一门深入 所以说这个 我从这个意义讲 打言了 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我们应该 不要 朝上目视 又可一个来 这也是正确的 但这个不能作为一门深入 这么说法 因为你要说我不换题目 这行 但是你说一门深入 还达不到一门深入 因为那个只是一个方法 你还没有入门 还没有入门 我从致意上给大伙这么解释 打言了 如果一个静 或一句佛号 我念闹底 闭眼的有他的功夫 有他的功夫 但是你信你不明 也不行 你信你不知道怎么用功 也是不行的 不能说我就一个佛号 我就不送静了 就像饮有病似的 你说我感冒了 我扎点青梅树 青梅树是校园 他不是感冒 那我就多扎点 一扎多了 他只能说药物中毒 所以我说 他感冒还是感冒 他感冒 如果你要是说 能正确的对治药 你说我吃一片 去腾片和普遍许痛 马上就好了 你何必扎那些阵 那多疼 所以说有时候 没有必要造成 那么一种损失 就是说 需要哪步进 我就需要哪步进 有的人问 是不是架杂 我说你思想 胡思乱想 都要架杂 如果不胡思乱想 就要架什么杂 是不是 架杂不是你多少 来决定杂不杂 是你思想上 是不是乱 为杂不杂 是不是 你标准在哪 你在思想上 你就在你的 清静不清静上 你要清静就不杂 你要不清静 那就叫杂 所以当然我不反对 就是一门审 就是一门 用一门来 做一个深深的理解 或共不用俗 这是有道理的 不是没有道理 比如念佛 唱话头 都一句佛号 一句话头 都要绑住了 要去唱下去 这是正确的 不是反对这个 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 它七种的道理 你到底要干什么 你道理不明白 而且你甚至 外面给你开示的时候 就烂讲一个 就烂讲胡讲 你就架杂了 你这个都是干嘛 有时候 反而一个人一个样 到时候反而不好 所以说我想 不送净行不行 这个净 就是路 净就是路 行的就是在这里 我们不断地渗路 至于哪不净盖送 哪不净不盖送 如果你还有一个 盖送不盖送 你的思想就有问题了 什么叫盖送不盖送 我们是要见性 我们是要成佛 我们不是做什么孝子先孙来了 我们是要求的是要成就 只要是成就 你盖送就得送 不盖送就不能送 跟你需要 跟你需要 打烂了 有些主持大德的 有些说法 还是很准确的 还是很有道理 但是你不能说哪部经 改送不改送 这样的话就否定了佛法 你心量就狭窄 心量狭窄的人 就是我执重 我执重 法执重 反而葬 葬你道 所以说我们要求的 在秀行道路上 第一个要五种平等弘扬 另外呢 要精进 法法 都是平等 没有什么不改送 哪个是改送不改送 都不存在 所以说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直直因心 八万四千法门 法法平等 至于哪个人需要哪个 那根据需要 就完事了 我们首先把心态放正了 第一个 和佛所讲的不违背 和大众的利益不违背 什么都不违背的情况下 你不管送经 念佛也好 这样的我们心都是平的 你这个平就不念 它也在念 你念了以后 它更深入 就像鼻孔出凉气似的 总是清凉气量 非常清凉 上下都痛 这个痛气 特别的好 照谁更甜的 也没有那种别扭 人家说 我秀蝉 我秀蜜 首先就产生了 自荐 没有那个 看谁都是一样 所以信平是道 所以说不要有 改颂和不改颂的问题 主要是根据 需要和师父指导 这就可以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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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